厨房水槽里藏了个人,他想拉我进去陪他 我父母是一对很普通的夫妻 我妈妈喜欢参加读书俱乐部,或是忙着做烘焙 爸爸则是穿着西装去上班,习惯在吃早饭时多次看手表 他们对非同寻常的东西全然不感兴趣 即便人类发现了外星文明,他们也不会放下咖啡抬头看一眼 但每当在家庭作业上遇到困难时,我都能指望爸爸的帮助 要是我摔倒,裤子膝盖破了个洞,我妈妈也很快就可以把它缝好 当我怀疑有个男孩住在水槽底下,好吧,这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他那阴沉的声音第一次从管道传出时,并没有说什么东西 基本都是小声的声音和咕噜,被管道的回声放大了 有段时间,我在房子里四处走动,想找到声援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冒险,那时候并不觉得吓人,只是单纯想找到答案 我的调查在厨房中解了,我成功爬上厨房的水池台面 推开一套半干的盘子,想从水槽中间的下水孔里看得更清楚些 那里面很黑,太黑了,就好像有一层黑纱遮住了入口 因此透不过光线,突然间,这个冒险似乎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就在转身跳回地上的时候,我好像听到那个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我顿了一下,竖起耳朵,他又叫了一遍 吉兰,我划到安全的冰凉的厨房瓷砖上,逃离了这个房间 同时,因为水槽下的这个男孩尖叫出声,我断然拒绝再靠近他 换来的是因为说谎,而得到的小小惩罚和长时间训斥 不久后的一天,我妈妈拒绝帮我去厨房拿一杯果汁 她说,我是个大孩子了,要变得独立些 我咬紧牙关,没有说话,如果提出异议的话,他会起疑心的 可不能被他们发现,水槽下面有一个男孩 我屏住呼吸,推开厨房门,朝冰箱跑了过去 赤脚踩在方隔地板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吉兰,求你帮帮我 我盯着手头的工作,颤抖着倒出盒装橙质 无视那个空洞的声音,他哭了起来 吉兰,求你了,只有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就要永远被困在这下面了 我不想死在下面,我只想回家 我仰装镇定,把变清了很多的纸盒放回冰箱 转身拿起装满了的杯子 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发疯 我顿住了 你是唯一能听见我声音的人,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道 因为你很特殊,就和我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前面我就说过,你能听见我的声音,这让你变得很特别 至于我,除我之外 你见过别的男孩,住在水槽下面吗 我忍不住傻笑起来 不过我真的很想出来,这下面很吓人 下面是什么样的 我说着靠近了一点,我现在已经长高了 踮起脚尖就可以看见水槽里面 很黑,除了头顶的一个白色小圈,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想了想,不知道这个圈是什么样的 你能看到这个吗 我把手伸到下水孔上面 能,这是你吗 但你长得有点奇怪 不是的,傻瓜 我笑了,那只是我的手 哦,对不起,这真是有够尴尬的 你以前没见过人吗 我缩回手问道 我偶尔能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每次他们一出现,我身上就全是水和食物残渣 也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在这底下活下来 你困在那里多久了 那个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也不知道 我妈妈在客厅喊我,问我怎么在里面这么长时间 抱歉,我要走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我对这个声音的恐惧消失了 从那天起,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水槽旁 双腿悬空坐在橱柜上跟他聊天 我告诉了那个声音各种各样的事情 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 我喜欢和讨厌的人 我孩子气的梦想 我知道,我脑海里的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放心地告诉他 最后,我厌倦了管这个声音 叫那个声音 我决定给他取个名字 小宅 我说着把一块黄油饼干扔进去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不过这是什么意思 我耸了耸肩 嗯,你总是抱怨下面有多狭窄 所以我觉得这名字听起来不错 那声音没有说话,我担心起来 你不喜欢是吗 那我再想个别的吧 不,不,小宅 好的,这是我的新名字了 鸡兰和小宅 听起来很配,对吧 我笑着点点头 然后意识到小宅看不见我的动作 是的 我喊道 不久之后,小宅开始找我帮忙 如果我对他的要求抱有顾虑 他就会说,这是朋友该做的 有时他会要水喝 这个简单 我只需要俯身打开水龙头就可以了 有时他也会想吃某种特定的食物和饮料 这种要求棘手一些 我不能让爸爸妈妈觉得我浪费食物 有一天,我把我最喜欢的玩具放在下水口上给小宅看 是一个四肢可动的小塑料人 能把这个给我吗 我把他紧紧地抱在胸前 撅起了嘴 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鸡兰,我们是朋友对吧 是的 朋友之间会分享 把那个玩具给我 他的语气很严厉 我以前只从大人口中听到过 我觉得拒绝他的请求 会带来某种后果 所以为了不让小宅难过 我拿出真爱的小人 把他扔了进去 最后强忍着眼泪离开了厨房 我爸妈发现我丢失了这个玩具 在一连串的盘问之后 我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爸爸特别生气 突破四溅地向我妈妈愤怒抱怨 说我没救了 他们禁止我进入厨房 说实话 对此我并没有很沮丧 因为我不确定 自己还想不想和小宅做朋友了 妈妈在厨房门上贴了一个潦草的牌子 提醒我不要进去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周而复始 月复一月 我又开始感到孤独 即便是情况最好的时候 我的父母也不怎么陪我 而现在的我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个朋友 我仍然在为丢失的玩具而难过 但后来我想 小宅可能一辈子都没玩过玩具 而我在卧室里放了一整枪 我跟他分享是有点过分了 我决定向他道歉 打算在爸爸妈妈回房间睡觉后 偷偷下楼 老楼梯的每一声嘎吱都让我很紧张 我握住厨房的门把手 这样门关上时 门栓就不会发出太响的声音 小宅 我用气声说 你睡着了吗 你去哪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高兴 爸爸妈妈不许我进来 对不起我留你 一个人 他补全了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玩具的事 我以为你会保守秘密的 我没办法 我只是 你怕你的父母对不对 我点点头 又忘了小宅看不见我的动作 令人惊讶的是 他竟然回应了 我也这么想 但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心我的感受 你真让我伤心计栏 我们本该是朋友 你却抛弃了我 但有一件事可以补偿我 是什么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想让我们回到当初那样 突然传来了一声摇曳声 接着是湿漉漉的滑行声 这时 在头顶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下 一只手出现在了眼前 一个又脏又湿 骨瘦如差的小东西 从下水口伸了出来 它一直往上爬 直到整只胳膊露了出来 帮帮我寄来 这样你就可以补偿我了 帮我出来 我犹豫了 不知为何 看到那只手臂伸出水池 我当时心里很不踏实 也许是因为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超自然的 而我发育到一半的大脑 没有办法理解 但无论如何 我没法拒绝 好吧 我说的 我爬上大理石台面 低头看着那只恶心的手 它色彩斑驳 有一块块厚厚的黄色角质 开裂的皮肤传出一股恶臭 我更同情小窄了 怎么这么慢 抓住我的手 我倒数无秒 蹲到一个能更好发力 把它拽出来的姿势 同时把手压在她的手上 发出扑哧一声 这根本不可能 我搞不懂一个人 怎么能挤进这个小孔 不管它有多么虚弱 我咬紧牙关 用尽全力往外拉 脚在湿漉漉的水池里滑了一下 这时小窄笑了 那不是愉悦的笑声 而是一种厌恶的 嘲讽的笑声 你知道吗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既然我出不去 那你就下来和我一起吧 我不愿意 试图挣脱小窄的手 但她太强壮了 来吧 她说着 手臂慢慢缩回水池 这样你就又可以玩玩具了 我们还可以一起玩 每天都会很有趣 你再也不用面对你那糟糕的父母了 求你了 我肯求着 那时候我的手越来越靠近下水口了 我进不去的 我进不去的 哦 你担心这个 放心 我会让你进来的 水槽里传来一个像是按下开关的声音 接着是响亮的呼呼声 我又喊又叫地祈求着 要小窄放开我 但没有用 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又尖又硬的东西 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小窄说了什么 但我分辨不出来 因为骨肉像风暴一样被撕碎了 小窄没有东西可以抓了 我把胳膊拉了出来 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 把那个血肉模糊的残肢 放在自己的身上 第一个冲进厨房的是我爸爸 他一边用毛巾把伤口裹起来 一边尖叫着让妈妈叫救护车 他生起起来很可怕 但他现在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要吓人多了 失去意识之前 我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 是一只火红的眼睛 从水槽里向上盯着我 皱着眉头 表情愤怒 一根骨瘦灵循的手指 从洞里伸出来示意我回去 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我现在十七岁了 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为了挣多点钱 我最初的目标是攒够钱 逃离这个噩梦 逃离小窄 当然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没几个店会雇用一只 只有一个胳膊的孩子 而不是四肢健全的人 几年前 我妈妈生了一个女孩 起初我并不太喜欢下落地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我感觉好像有一道 无形的屏障 把我和家里的其他人隔开了 所以我没有和她建立感情 我是应该要这样做的 但现在 为了她 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这里 现在 她开始说起了水槽下面 传来的声音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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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